一个人叫南昌逛居 当地特色美食 哪有多快乐 一碗拌死了 一分皮带 热丸汤 八块钱啊 猪血汤 喝上了 南昌是一座醋 我感觉很高的城市 还有十字好座座 南昌天然没亮呢 六点 去找小姐吃一样的用长妆 自己画出来的妆 妆面不利索 化妆师给我画的妆 上镜有一种很精致的感觉 暖色系片暖色系片 暖色系片的机器 她这个妆容就不够出错了 太君你给我死回来 太君 太君是她的猫 挺好的 化完妆就回酒店改片子去了 结果现在快要十二点了 还有五十米的 这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瓦灌汤店 但是也会卖一些粉啊什么的 其实今天是准备南昌过早的 等会回去修改片子 就中午这个时间了 小小的店 最后一张 这个 在这里点餐吗 要一个素拌粉 再要一份皮蛋肉饼汤 多少钱 八块钱 好嘞 还是打一锅 快一点 嗯 好谢谢 一碗瓦灌汤 一碗瓦灌 一份皮蛋肉丸汤 还太浅 性价比还是合适 它很干爽 滑溜 要的加辣的 确实有点辣 一碗瓦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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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南昌 如果超过五块钱的饭粉 就可以转身离开 这种炸菜 辣椒 花生米 过瓦灌 松花的皮蛋 是大颗的 我更喜欢 把皮蛋喂化了 融进糖 实心皮蛋 中间的糖心已经喂熟了 来 现在陆续来人了 大家都在等皮蛋 小姐姐说要等一下 我干强了不是 汤倒蛮鲜的 粉之完还有这么多料 挺血沙头的 再炸 我也吃了素白粉 最便宜的素白是 九块多 将近十块钱 一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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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是一座幸福感很高的城市 太多好吃的了 好 吃不饿 它的糖果比较清澈 我晚上赶紧走给人的糖味 一碗瓦 我咋闻到橘子皮味 隔壁姐姐在吃橘子 我们去第二家 一家猪血汤 炸酱面 我们正在看你的视频 真的吗 哦对是我 我还没点东西 可以 合照吗 好可以的 哇你家南昌了 我待了五天了 明天就走了 拜拜 拜拜 他们在等我 刚刚 太不好意思了 哦是 我能跟你合照吗 可以的 你来南昌了 嗯 我天天看你吃 那个姿务茶 谢谢 去吃一下那个 超越猪血汤 炸酱面 这一家超越 我是奔着猪血汤过来的 他们营业的也比较晚 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 听说这一家是 地地道道的老南昌味道 一个小门店 任何多 哎 我要一份 肥肠加牛肚的杂酱粉 要一份小份的猪血汤 加一份荷包蛋 好 要我这 大厅几乎都满了 猪血汤 喝上了 这是小碗的 可以选择要辣和不要辣 加了一点虾皮炸菜 这人到不可思议 一入嘴就化开了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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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1512号 不可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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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冰水汤里 现在的牛肚 它肥肠的 很长时间 吃吃冰水汤 它是在吃冰水汤里 然后吃冰水汤里 每天吃冰水汤里 这样的咸香豆 满水汤里 它叫红水汤里 它叫红水汤里 罗马克力 雞汤里 1 停 104号 做做 1 104号 上面有豆芽 增加费口的来源 盐的保护度小时候有点高 那还行 我们要加什么食材 它不是一样的味道 它肥肠的味和牛乳的原味 咸口放香味 汤里面好吃 有一点洋葱色 有一点甜 刚好发现了 南普的两室一厅距离这里只有500米 咱们去看一下 听说很好吃 没有馆 差不多只能吃两分猪食 再让吃第三份就腻得慌 本来还准备吃一家老高汤馆 有机会吧以后 还有43米 好像可以在湾汉里面吃 我看一下吧 拜拜 这边在哪里排队呢 要稍微等一下 好 现在有几多了没有上菜 行 你好 眼睛好圆 先看一下它们露天的 都做满了 可以的 但是很很看 谢谢 好吃 螃蟹 青蛙 然后牛鸡筋 鸡爪 挺好的 那我到时候点四个 谢谢 不谢不谢 是30年老店 其实我今天想做一个粉面集合的 两家粉面就不想再吃了 镀镜一看 这家在眼前 去厨房点菜 鸡花 然后鸡腿 鸡腿捞嘴 做个干嘛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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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天 compress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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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入味 青蛙跟蟹 主要是吃它一个味 肉肉很少 经过红烧后 鲜辣感很浓郁 竹打体验啃食的快乐 猪柳炸 我后面撒的是黏 猪柳炸要趁热吃 它丝丝的口感 吃过了大老婆 昆虫跟老婆吃 您好 我要三个打包盒 我打包一下 好 谢谢 这几道菜当中蟹饺的味道 我最喜欢 几次是青蛙 再来是第一个体验 我每次打包回去的饭 我甚至觉得 你当时现场吃还好吃 今天咱们就是试了 三家南昌比较瘦 大家欢迎到店 八家屁可哪家呢 那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收藏 安 马发卡 碰巧遇到师傅正在炸油箱 南昌特色油炸小吃 一样来一点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